164 《蘋果日報》 男子違法假電動單車被捕 2015年7月13日要問A06本報信 一名男子作臣在上水偷雞假電動單車 被另一名騎單車看發現 美徐窮追三公里後報警 警員接報在一間村屋找到電動單車司機 他涉嫌觸犯四宗罪被捕 而電動單車則被檢走 被捕56歲姓李男子 涉嫌無牌駕駛 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駕駛電單車時沒有佩戴防護頭盔 及駕駛未獲發牌車輛等罪 涉嫌電動單車外貿與一般單車模擬 但處以下多了一個黑色電池 事主馬舉報者蘭靜義作辰八時許 被網民稱為極醜惡大叔的54歲姓劉男子 只乘搭單車途經自窗路 見到一名男子在單車徑上窒池 為對方上車下車 借腳都沒動 且爭超越他 劉懷疑對方無牌駕駛電動單車 水尾隨追趕 並估計對方時速達30公里 當追至河街園附近 建議人將車停下及進入一間村屋 他於是報警 並攤道 我都追到熟悉氣 警方接報到場 調查後有人承認駕駛電動單車 於是拘捕李某 李當知識被舉報時不禁破口大碼 好多時 冷靜易 又 市民長就威了 根據道路交通規例規定 任何以電力推動的車輛均 須向運輸署登記及領牌 否則即屬違法 初犯者最高可被判罰1.5萬元及監禁9個月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認為 內地、台灣及日本均有法例規管使用電動單車 如香港有完善的法例規管、發牌制度及配套設施等前提下 建議可容許馬力較小的電動單車在限制的道路上行駛 記者張培生、趙雅亭